一场国语的内战愣是给打上了空王对攻的训练赛 那么这来到了阿祖所擅长的部分 是如何给小师弟上课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230中国公开赛事赛场 这个是光影 李世锋在首轮成功拿下营地后 在第二轮就要面对于内战 那么陆光祖是如何拿捏师弟的呢 他一步上来,入斗王强攻 一通样度王强攻 两人全都是以空王强攻为主 偶尔加厉快推拉开破坏注意力 但是后场的进攻欲望都很强 我们下车的进攻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两人完全杀疯了 都没有其他的技巧 全都是队伍工的硬碰硬 只要是有机会就杀 两人全都变成卯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论纯空往强弓 路会更占优势 师傅关键分的这一段失误有些太多了 直接大胆抓往前 结果路反应很快 不过反顶的发力有些太多就给出了键 师傅关键分之后的进攻太深了打出效果 师傅实感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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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中在斗网背后情报高 师傅的出界中第一局比赛结束 两个人这没有其他的一点花巧 就是硬碰硬的闭攻硬刚 这第一局打得仿佛空王抢攻的训练赛一样 如果师傅的关键分之后 进攻太想要打出效果 进攻稳定性不如阿祖 就败下阵来 来到第二局 不想将师傅压在底线 然后再调动往前逼出去球 但是师傅争斗的很强硬 没人过来的烧我扑鸭 师傅举盘防备烦大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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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先是不击球 然后又不停的下里压住布林路上网 把摆脱 然后又不停地下战 到最快的下里压住了 过来很多打西柄 就开时难养在壁地下柄 就故事不能被替到面守上 在大队里压在佛业 好断 我们好断 好断 好断 过来 好断 好断 第二局的两人 朱轩立即就还是控网对攻 第二局的两人 入供擅长空光响弓 而师傅则是用自己不是最擅长的部分 硬钢阿祖的擅长剑 这实在是有点上头 师傅进网连续失利 这一下子就来到了赛点 再争斗进网 还是师傅的劣势 最终在抛高被陆光组杀传中 整场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师傅打的实在是有点上头 用自己不是最擅长的打法 来硬钢阿祖擅长的打法 这完全就是在阿祖的舒适区里面 就很对阿祖的节奏 第二局师傅的进网劣势就更明显了 但是还是硬动 在临场的战术发挥上面 师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了 那这就本期中国公开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远点赞支持我一下 如果喜欢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颖 我们下期再见